全民运圆满的落幕 不过在赛事期间 花莲的天气不稳定 频频的下雨 也让不少户外运动的赛事 得在风雨中进行 就由不少的选手和陪同的家长反映 往年参赛天气都不错 或者有雨天的备暗 来确保赛事风雨无阻 偏偏就是花莲的雨下个不停 也影响到不少户外选手 临场的发挥和表现 全民运赛事首度遗失花莲举行 不过从开幕那天开始 花莲的雨就下个不停 也让不少户外运动赛事 得在风雨中进行 包含像是龙舟 锤球 原野射箭等 而其中在花莲首座 认证合格的溜冰场 就聚集不少全国好手 体验在1500万元新建的户外场域 冒风雨进行滑轮溜冰 竞速花式以及曲棍球的赛事 他们这个场域是临时加盖 那为什么不直接去联络室内的场地 我们可以办在室内比赛 对啊 我们今天在场地 以前就算没有上一届好 我举例上一届在南投 也是在一个桥下风雨无阻 下雨我们也没关系 但是场地不要是 大家可以好好打球 我们都很满意了 如果我们打不出来 我们自己的实力 那是我们自己没有训练好 但是我们今天是没办法发挥出来 很多运动他们都是在室内办 我们这个是要用轮子溜冰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在室内办 我们根本没办法滑 我们没办法拿出我们实力 要怎么去打这个两年一次的比赛 对啊 我们大家运动员 都是为了奖金去争取 我们没有什么补助 我们就只有拿了成绩才有奖金 但是我们没办法拿出我们的实力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很不好 这次的比赛 花蓮这次是下了比较多天啦 然后当然是对小朋友的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实力花会不出来嘛 但是水仗有水仗的好处啊 好玩嘛 当然最好是盖一个有屋顶的嘛 对不对 风雨无阻嘛 反正这个下雨天他还是会打啦 但是如果碰到打脸的话 他们就会一定要暂停 因为我们这运动来讲算是室内运动啦 但是因为这次安排在室外 所以说遇到雨天状况 我们也没有办法 而且因为比赛有时间限制 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把时间尽早完成 这样子 所以说也只能让他们就 按照现场状况被闪 以往的话 露天通常都会有雨天被安 有些选手表示碰上下雨也只能临场发挥 改变策略 但因为雨势以及没有雨天被安 对于无法有效发挥平时训练成果的户外竞赛选手们 多数还是深深感到无奈 也对于这次来到花莲留下另类回忆 记者讲帮演 花联市报导 字幕志愿者 grounding 字幕志愿者 nichts